早晨 今天是22年8月20日星期六 看到背後的高清站 沒錯 又是去玩的一天 今天我們是去CNE 聽說是加拿大一年一度的展覽城市 還要是全世界歷史最猶場的年度展覽 因為過去兩年疫情 所以沒有搞到 今年終於搞到 好像昨天是開幕那一天 今天我只是第二天 即是星期六下去 我們都不駕車下去 這種城市 Dantai 一定是好吃 可以塞車 行泡位 所以我們都是坐高清下去算 反正有Day Pass 還有看Google Map 好像是很近的 所以今天就坐高清下去 好 我們稍後見 OK 我們現在來到入口 跟平時的Exhibition Center 應該是不同的 因為Exhibition Center 今天應該找這些活動 很多地方封路 我們本身有飛的關係 所以我們直接就開進去 Let's go 好 我們成功進來了 它就類似一個很大型的天馬南 的嘉年華 應該大幾倍至十倍 旁邊就有一個Exhibition Center 又可以當它是會展 聽說只要你是退伍軍人 軍人那些是完全免費入場的 所以我們今次在戰艦裡 有空見到有些人穿著軍裝 我們有一張免費票都是因為 我們有個親戚 他都是退伍的軍人 所以就有幾張票給我們 他們自己就可以免費入場 好 一打開門 複面而來就是一股熱浪 剛才出發的時候就說30度 現在就只是25-6度 雖然比較大的太陽 但是都涼爽的 不流行不熱的 等一會我們就會坐這些藍車 相信畫面也挺漂亮的 這裏應該就是攤檔開始的位置 我們就會這樣沿著一路向這邊走 我相信這裏就是剛才我們進來的那裏 我們現在在哪裏呢 我們現在在這裏而已 哇 茄汁雪糕 還有芥末雪糕 聽到也不想吃 我們現在就想去Farm那裏看些農場 這邊的入口好像寫著no entrance 應該就一定要穿過這裏過去 那這裏就有個Casino 不過我和Ming都是沒有什麼編才運的 所以都是拍一下畫面給大家看一看 終於找到Farm了 聽說裡面還有動物體 是不是那些草泥馬 先說 喂 它縮開了 沒那麼多 我發現在這個Casino裡面的動物 全部都是咀嚼一下那些動物 哈哈哈哈 噢 噢 好大隻啊 那些奶呢 奶在哪裡啊 噢 它都會這樣轉頭 奶自己的新東西 還有呢 真是在電視上看完全不同 在這個看 覺不覺得它的身體是長方形 是起角的 是啊 對呀 還有 為什麼它們這麼瘦 這些是不是真的瘦底大鞍 蛤 因為剛才那些牛輸了 所以這邊就叫懶牛 蛤 蛤 蛤 OK 我們現在來到另外一個地區 又是一堆食物的攤檔 還要是零零射射射的 會有個Food Building 等一會我們就會進去Food Building裡面 好 Food Building 先進去看看 好 我們現在呢 就在排隊 就打算坐這個釣車 已經熱到溶了 雖然呢 剛才就說25、6度 跟著就大太陽 但是有點風 但是呢 曬下曬下 也都已經出曬了 那這個釣車呢 就是拿了Ticket 就一個人了 那如果你有My Express的話 就有另外Express的釣隊 好 我們上來了 OK 我是不敢錄的 你錄吧 是嗎 放心 它前面有這個柄 就頂住 這邊就是一堆停車場 我們就可以 在高空就已經是 看到下面一堆攤檔 哇 其實有點害怕的 是呀 我覺得有點害怕的 有一點點 沒有安全感 我沒有 現在我是很害怕的 一個情況下 感覺上流流的 是呀 我覺得大風 因為我一屁股會很害怕的 啊 好 我們來到左邊 這個B-ModeFill了 因為現在是下午的關係 我相信就沒有賽事 我上網看兩年前那些 晚上錄的那些 直接看到裡面是在給賽 我們倆是捉緊了 兩邊的學護手 雖然知道 都沒什麼用了 但是真的很害怕 不是 我們倆是廢物 廢物 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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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住了 現在停住了 我不知道 OK 旁邊的人也是害怕的 OK 我們搭到回展這一邊 我們就進去回展裡面 那些購物店 看看就算了 我們這些心血小有肺的老人家 真的好肺 好了 降落了 說真的 打飛機也沒那麼害怕 好 落地了 OK 玩完這個吊車了 我們真的很廢 玩完之後呢 有一點舉 像馬拉筋 真的很垃圾 我們進到這個回展的地方 就打算逐個開 逐個開進去 看看 好 我們來到這個第一個開 HOME AND GARDEN 這些是一些家品的東西 越來越多這些 就是這些可以教的床 很棒 JACUSSE 真的需要這麼多個洞嗎 走完HOME AND GARDEN 給我感覺 就是一個大賣場 所以就不太大興趣 我今天比較有興趣 就是那個Gaming 就是這裡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聯合車站 因為呢 我們就已經濃了Energy 收了皮了 本身晚上7點多 有個戰機的Display 打算來看一下 都完全受不了 所以就已經回到這個聯合車站 就準備搭6.3的車回到馬校 總結一下今天這個C&E 如果你給我建議的話 來體驗就真的非常好的 來看一次都值得的 但是如果再來看 那就算了 因為如果這個機動遊戲 就寧願去Wonderley玩 雖然我沒玩過 但是就相信一定是好玩一點 專業一點 Pro一點 Specific一點 這些攤檔和那些美食節 就沒有太大分別 但是我就覺得 那個Dirt Farm 就真的好值得去看一看 因為可能我這大鄉 在香港的話 根本你沒有可能在一個中心裡 你可以見到那麼多種動物 有牛 奶牛 草泥馬 豬仔 馬仔 都可以在一個中心裡看 建議大家 就是下午來會好一點 感覺上好像是旁晚至晚上 才會多一點 夜看 而且它晚上10點多 有個無人機的表演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看東西 我們真的不會捱得到這麼晚 那麼晚坐車回去再更晚 我們是留不到那麼久 建議大家來的時候 就戴上帽子 黑超 防曬 因為真的很多人 很曬 所以就希望這些都幫到 你們計劃下一次的行程 因為我這條片都現在拍 但是應該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出的 所以給你計劃下年二三年去CNN玩 希望這條片就幫到你們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片 有什麼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